平川说论镜天天亮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之战 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有没有什么新的骚套路 地图选择是TH潮汐神殿 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走ID 永岁漂亮夜 没错也是FQQ大Q神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开局 上来直接三农民敲祭坛 那这边三农民敲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房子跟不上 你祭坛敲好了英雄还是出不来 好这里再继续敲一下房子 那这一集FQQ开局稍微的有点乱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 一名红色的王林ID叫八公的等待 八公应该是一条狗 哇中拳八公 相信很多也看不出这部电影 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是非常感动 好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双方的一个说发英雄 人族这一边说发的是盛骑士 开局稍微的有点小乱 三农民敲祭坛你敢信 好我们看一下王林 王林这一边的话是 哎呀也是有些小问题 这个祭坛很早造好啊 但是通灵塔没有跟上 导致英雄也是迟迟没出来 那双方开局都是有点小落啊 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他们有点异乱情迷啊 好手发英雄 王林的话手发的是恐惧魔王 那英雄选择还是比较的果断 英雄选择比较克制FQQ 那应该一开始的话想出DK 突然觉得哎呦对方是大Q帅啊 DK好像搞不过他还是选择恐惧魔王 好我们看一下啊 接下来双方一个博弈 这边FQQ圣级是一出来 那前期的话是没有造兵营的 什么脏火力后啊 全部由民兵来干 撤了一波直接敲了八个民兵 家里的话踩木头的都没有了 那前期资源会稍微的有点炸 好这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掉一个好的装备 什么能不能对得起啊 这八个民兵的无私奉献 如果能掉一个蓝牌就很开心了 好升级是 看看这里能掉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啊 这里的话哎呀 掉的是一个雪牌 那离蓝牌的话差点还是有点远 好看一下亡灵这边 首发恐惧魔王 恐惧一出来的话直接卖TP 那是一个开分框的打法 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 那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发挥了啊 升级是现在没有帮手 只能一个人自己练了 无敌开始来 先把这个三级小鱼人练完 看看能掉一个什么好的东西 家里的话还在疯狂的补小农民 商店造好 房屋厂造好 好这里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好东西 隐身斗篷现在是白天黑夜啊 也可以隐身 当你用圣骑士去骚扰对方的时候 这个装备就非常的好啊 被迫让对方出一个什么粉啊 这类的眼睛 否则的话啊 完全处理不了这个圣骑士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 练一下这个三级的海巨人 练完这一波看看圣骑士 感觉离三级还是有点小距离啊 王林分框的话打了个加五的弓爪 这一波练完直接放个通灵塔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接下来王林要开始去进攻人组了 人组这里的话圣骑士 还差个82点经验值 升到三级 这没有到三的圣骑士是没有灵魂的 民兵继续敲 这一局FK过家里的民兵是真的忙啊 民兵敲 好先把这两个小鱼人解决一下 另外一边的话 圣骑士好继续开启无敌来练 他就是算的很真准 是吧 练完这个罐 这里练完这两个罐 马上可以到三 三级之后开始去骚扰了 但这个时候王林已经发车了 哎呀 这一波FK过家里只有一个圣坛好了 说实话有点危险 好 民兵敲得非常的快 民兵敲得非常快 对方的话恐惧魔还是没有到二级 没有到二 是吧 你暂时没有什么抚风 干掉还是干不了我 那这里看看圣骑士已经到三级了 还要练吗 开始去骚扰了 要发车了 王林这一波来的还是稍微的有点迟啊 对方的话圣塔很早就好了 马上进塔也好 民兵数量非常多 暂时打不太进去 恐惧魔王还得继续练 练到三级之后去图弄 可能节奏会稍微好一点 圣骑士已经到了三级 三级的话 鞋子单船马上安排好 接下来就开始去骚扰了 那这一波FK过的节奏也来了 好 王林侦查也是做的很不错 第一时间去分框确认一下 只要人组没有开分框就好 我有分框 你没有分框 那就好打 上来圣骑士又开始疯狂图弄 一个圣光带走一个 杀了两个 这一个应该也要杀掉 矿盖子掀不掉 有点难受 这一波要不要掀矿盖子呢 小四孙 跟你擒网绕住 你追不到我 你追不到我 这里的话 哎呦 还是被A到了 这一波 看隐身斗篷的作用来了 白天晚上都可以隐身 你现在没有粉 你还真拿我 没办法 这一波看看 等你恐惧魔王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单纯撤退 那恐惧魔王 哎 跟你玩套路 你以为我走 其实我没有走啊 偷偷的待在这里 你这里你要敢单传 我就把你睡了 一睡的话 你就要交TP 双方在这里斗智斗勇 小细节 我们看一下 FQQ还是能忍 继续 你只要不走 我就继续在这里隐身 然后为自己的分矿 拖时间 这里双线链 FQQ的话 好 无敌时间有了 可以 交个无敌 又可以拖时间 这一波 就看升级是能拖多久啊 为自己的分矿拖时间 好 黑两下 这里的话暂时没有来 升光放不出来 哎 好 继续隐身 哎呦 这一波升级是继续拖时间 我不知道王林 有没有意识到 对方在故意拖时间 如果意识到的话 应该要去处理一下 好 这里应该意识到了 哇 拉了一个小狗 过来一看 哦 一口气 放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根塔 那王林还是懂的呀 知道你在这 故意拖时间 我们看下 接下来王林怎么处理 这里小狗 忙忙多的小狗 排在这里 好 分了一部分兵 去处理一下这个分矿 那这里的话 升级是也是单传过来 单着回来回防一波 这里的话 打了一个防护之戒 但是王林大部队也过来了 这一波FKQ 能不能把这些塔给造好 哎呀 它好像有点慢呀 王林这一波 好像还是有机会 把这个分矿给断掉 那这一波分矿断掉 FKQ就没了呀 分矿开不出来 对方有分矿 接下来王林双矿 打你一矿就有点难 我们看一下FKQ 这一波能不能撑到 好 小狗数量非常的多 这里孔军王抚风 继续图农 王林第一时间 先把你的小农民解决一下 好 时间差不多 要开始A塔了 再过A塔 万一塔起来的话 小狗会有点扛不住 圣骑士A 处理一下对方的恐惧魔王 无敌 也无敌 无敌一加 继续A一下你的恐惧魔王 恐惧魔王的话 抚风一冲 好 这一波小狗继续A 塔能起来吧 好 有一个塔即将起来 有一个塔即将起来 恐惧魔王也升到了三级 升了一个嗜血 两根剑塔起来了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哎呦 圣骑士要交五回程了呀 好 继续隐身 隐身斗篷隐身 这一局的隐身斗篷 作用非常大 哎 圣骑士追杀 三级恐惧魔王 追杀成功 哇 圣骑士升到了四级 但这里很多小狗 处理不了 小狗先把你的 这个塔A掉 另外一个 哎哎哎 这里想围杀一下 这个圣骑士 人家是无敌时间 又有了 可以的 那这里的话 继续A你的塔 哎呀 好像还是有点难 守住这个分况呀 塔一A掉 这些小狗 就没办法处理 好 家里的话 又敲了一波 民兵过来 那这里小狗 那继续A你的塔 双方这一波 打得非常的惨烈 圣骑士 继续用圣光 带走对方的小狗 那对方恐惧魔王 直接买了出来 你圣骑士 赶紧跑 无敌时间 要到了 对方没有睡 没有睡 赶紧跑 赶紧跑 那分况直接取消 这哎呦 这个分况 还是没有开出来呀 比赛进行到八分钟 FKQ分况 以失败而告终 那接下来 怎么玩呢 自己的话 二本生好 好 进化要水一颗 主宽这边有四根塔 暂时还能够 挡住对方的一波进攻 王林这边 分况已经正式开始运营了 二本也已经升好 王林已经开始出天轨了 哎 接下来FKQ有点难了啊 这一波打完之后 FKQ单框打对方的双框 关键对方科技 也没有怎么落后啊 英雄等级方面 圣骑士稍微有点领先 好 圣骑士还是有回程的 那继续去骚扰你的分框 我有四级 二级的无敌时间 非常的长 孔军王赶紧补一下 等级 升了一个吸血 让小狗练级的话 比较的好练 圣骑士无敌 一将 哇 一个 A一下 一个圣光 A一下 一个圣光 那这边 小农民又要遭殃了 好 FKQ又继续 哇 把刚才的方法 再用一遍啊 圣骑士拖时间 为自己的分框啊 争取一下时间 三根塔 慢慢起来 只要塔起来 后面就好了 好玩了 看这一波 王林很懂的呀 两个天轨直接过来 那FKQ的分框计划 又要失败了 这里 恐惧魔王状态很不错 小狗卡住 未能卡住吗 看一下 哎 好 还是睡了一下 那恐惧魔王这边一睡 你只能交个 哎 直接交单船吗 哎呦 恐惧王没有魔法值 没有睡 这一波 省了一个TP啊 圣骑士省了一个TP TP到分框这一边 但是呢 你自己的话 没有对空 圣光的话 魔法值又不太够 那分框好像还是 还是开不起来 这一波FKQ要一框 打双框了 难度还是有点大 好 直接吃了一个血瓶 这里想打到 你的药膏效果 能打断吗 好 暂时没有打到 那净化药水的效果 还是有 继续补一下魔法值 圣骑士又要开始去骚扰了 这一波 天轨还是继续来 处理一下你的塔 想升级一下 哎 升不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 是用塔来吸引 对方的注意力 然后圣骑士 又可以去对方的分框搞事了 这一波的话 哇 孔军魔王还是继续练级 亡灵的话 心还是有点大 圣骑士过来 这里亡灵 特意多补了一个小 多补了一个小四身 那还是没用 圣骑士 感觉图能 就可以图到五级了 这一季的话 圣骑士直接从三级图到五级 杀了多少小农民 哎 好 圣骑士五级 五级之后有三级圣关 三级圣关 直接一个圣关 就可以带着一个小四身了 亡灵士二发一个DK DK主要还是保一下 孔军魔王 这边孔军魔王 一个加五的公爪 水元素全部解决 那这里的话 小农民已经图的差不多 但自己的话 魔法制也没有了 要不要单纯回家 补一下状态呢 哎 这个圣骑士的名字 叫纯洁的奥里尔斯 还纯洁 哎 好 单纯回来 这一局 还是用这个资源运营的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基本上没怎么用回程啊 都是单纯 单纯来单纯去 亡灵的话 哎 亡灵的感觉就是 与其让你开这个分光 不如我帮你给开掉 好 拉了两个小四身过来 很可能会把这个分光也开掉 那亡灵接下来是三块打 人组单块呀 这一波 FKKO难度有点大 那FKKO继续去通农 这一局升级是 好像杀了十几个小四身了 还在继续 到时候比赛结束啊 看一下他杀了多少个小四身啊 上来一个升官继续带走 警方药水又可以磕下来啊 二级无敌 时间非常的长 那亡灵现在也是尽量在练级 把等级提上了 到时候再处理一下 你这个升级式 这边FKKO发了一个血法师 那血法师也是妥妥的工具人 主要是等自己的大哥回来 给他补一下魔法值 升级式现在图完的话 哎呀 去主框图了吗 这一波图农的效率非常的高 亡灵开始转空军了 哎 这里看到了升级式 要不要来一个睡 孔军王有四级 跑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 有斜 还有光环 这里的话好像追捕大盗 哎 想练级 升级式也过来反打了 一个升官带走你一只小狗 三级升官 其实对英雄的威胁还是蛮大的 这里亡灵果然是把这个分管给开掉 亡灵把这个分管给开掉 然后这个分管随时侦查 亡灵侦查做的还是很不错啊 这里看看升级式 想追杀一下这个DK DK直接磕个雪瓶 听说你很凶 那我直接有钱 有雪瓶 有钱任性 这里的话 雪法师要过来接应一下自己的大哥了 身上有一个避难 哎哎哎哎 一发C 哎呦 升级式要不要给他奶一口 好 三级奶直接奶满了 这里你敢用保存吗 这边保存给自己的升级式 升级式 哎 换手一个避难 直接把雪法师避难回家 自己单纯跑了 这里有睡吗 哎呀还是没有睡 还是没有睡 黄岭继续扩张疯狂 然后疯狂的练击 这一波的话 FQQ终于开始出兵了啊 这一波是直接三本出坦克啊 一本二本都不出兵 然后直接三本爆坦克 坦克现在是一工临防 家里的话 补电塔 发现对方空军有点多 甚至是补一下状态 哎 雪法师 该你工作的时候来了啊 对 你的作用哎 就是用避难 还有给我输送一些魔法值 那升级式满蓝 接下来又可以自己的图弄之旅了 家里继续补塔 一口气又补了四根塔 单矿出坦克 打王林三矿 这 FQQ有想法呀 好 我们看一下资源现在 双方资源都有点少啊 王林现在是60人口 170块钱 人足40人口 90块钱啊 人足真的是经济有点炸啊 所有钱全部用来爆坦克了 这一波打完啊 雪法师这边一个避难 圣骑士 马上血量恢复好 家里的话 没有出男女屋啊 没有男女屋的话 那你要么自己去买这个隐身 要么就不隐身啊 直接过去 这一局 这个资源运营到了极限啊 这个坦克出不来 还是把这个塔给A掉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恐惧王的等级 马上到5了 马上到5 到时候升个三级浮风啊 图能 还是打你的飞机都非常好打 好 坦克过来的话 拆一下这个分框 你居然在我眼皮底下 瞧我的分框 这三个坦克 两弓的坦克啊 拆建筑还是非常的快 那天轨打坦克 就稍微的有点搞笑了 主要还是恐惧魔王的 二级浮风 这里升级是 有了火球 可以对控了 可以杀一下你的天轨 这里坦克继续拆 通灵塔能修住吗 哎呦 雪法师过来了 雪法师就用避难 现在我们看一下 雪法师一个避难 哎 升级是暂时没有啊 到这升级是也买一个避难 双避难保自己的坦克 这里坦克被围住 升级是的话看看 把对方的夹雪车给带走 然后杀一下你的小狗 自己的话 坦克好像阵亡了两辆 升级是无顶时间又到 赶紧跑 不过身上有TP啊 双重保障 这一波回来 这个坦克避难回家 补一下状态 家里的话继续再补坦克 这一波打完的话FKKO 阵亡两辆坦克 然后把对方的分框拆的 有点够呛 可惜矿盖子没有掀掉 稍微的有点难受 这里的话恐惧魔王已经五级了 还有一个强机光环 哎 升级是要硬钢吗 他等自己的无敌 现在在卖雪 故意把你的英雄选销 大不都好 DK马上要阵亡了 DK只可以吃一个血瓶 坦克又过来了 一辆坦克吗 要不要多来几辆 这边后面坦克过来了 哇 又来了三辆 一共四辆 这里的话 哎 我也有隐身斗篷 这里的话人子 要不要出个飞机过来反应一下呢 恐惧魔王 这边开始在打坦克 然后升级是的话 有火球打你的天轨 天轨打坦克 有点打不太动 哎 DK DK 哎呦 DK刚才动了一下 那一个声光直接带走了 这一波打完之后 成功把王的这个分框给断掉了呀 升级是在后面 继续A一下你的加雪车 A完之后 升级是差不多可以到6了 这里看看 这里的话 雪法和升级是每个人一个避难 坦克打到一丝血了 避难回去 这王林也是有点伤 双避难的人族 有点硬霸 这里看看这个坦克 还有避难CD吗 看看一个坦克一丝血 这一波没有了 这里看看 还是没有到CD 这里的话 哎 雪法是可以过来考虑用一下 王林 哇 头很铁啊 拆完之后 当着里面 我继续放 又说你继续过来拆 这一波王林 也是打得有点上头了啊 打得有点上头 心想我三框打你一框 你居然还那么嚣张 我当着里面 我继续开 升级是 哇 这图笼图到6级了 6级之后 有三级无敌 应该不会升个大招 这边毁灭飘起来 直接带走 你没有DK 你飘起来也没用 我升级是 又是有火球的啊 玩火的升级是 还是很凶 这里一个人 打王林 将近50人口的部队 夹雪车 然后这边的话 宽盖子直接放 看看FKQ FKQ的话 现在是两攻 临防的坦克 继续在出坦克 攻防也在提 马上要三攻的坦克了 三攻坦克 拆建筑更上一层楼 这一波 双方都打得 打上了头啊 打得很刚 这里 FKQ是不是要改变 一个策略了 坦克进攻 你这个分块 你不是守这个分块 我去另外一个地方进攻 好 升级是过来确认一下 你还在不在 诶 你还在 好的 你还在的话 这里杀小狗诶 不杀英雄诶 继续打你的小狗 打两下 一个圣光带走 你没有DK 是吧 也C不了 上来的话 杀两条小狗 雪法师在旁边 随时接应一下 自己的大哥 抽一下篮 可以的话 A下矿盖子 在进攻这个分块的同时 另外一边 坦克也在进攻 继续抽一下 你这个恐惧魔王的篮 哎呦 三级无敌 时间非常长 王林你这么有耐心吗 继续A 恐惧魔王 还是非常有耐心 继续再等 哎呦 矿盖子只能被迫取消了 另外一边 哇 坦克已经在这边 开始进攻了 坦克即将三攻 现在是五辆坦克 这个分块的话 上来先把你的通灵塔 给A掉 那王林赶紧去回防一波 赶紧回防 王林 刚才是低估了 三级无敌的一个时间 这里矿盖子 哇 五个小时神 也修也修不回来 天轨的话 还是有点打坦克 打不太动 主要还是靠恐惧魔王的三级斧风 那后面的话 要么出点小狗 对多出点小狗 小狗打坦克很凶的 这边矿盖子要A掉 这里的话 矿盖子造不起来 那王林 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王林现在是300多块钱 资源也是有点难受了 刚才三框打别人一框 现在又平成单框打单框 好这里 转这个冰龙 冰龙上来 被虚无掉 哎 这里要杀这个血法师了 血法师有点危险 圣骑师 哇 一个极限避难回家 王林现在在等前啊 资源有点不太够 矿盖子暂时没有钱放 这里继续涂农 乌有坦克 拆完分框拆主框 这边避难啊 避难有CD 但是避难不了 这两两坦赶紧跑 冰龙A一下减速 哎呦 这个冰龙出的是有点精髓啊 血法师现在在家里 两个双避难用不出来 又一辆坦克被对方给带走了 这辆坦克赶紧跑 圣骑士在这里一看 哎呀 还是有CD 但是避难不了 这里的话 三辆坦克送点啊 有点亏 有点亏 另外这一边 王林 还想把这个分框给开出来 很有想法 这里的话 血法师 二级 两英雄终于再次集合了 抽五点蓝 给自己的圣骑士 圣骑士有蓝车 又可以胡作非为 这边又有坦克了 哇 家里的话又有三辆坦克 加这辆四辆坦克 目前的坦克三公一房 进攻能力非常的强啊 这个分框又没了 这一波人族单框出坦克都这么凶啊 也就FQ 资源这个运营运营起来的非常好 那这一波六级圣骑士继续去骚扰了 王林主框其实钱不多啊 只有1400 这个分框已经被A掉了 那这个分框好像也持久不了 好 我们看一下 三公一房的坦克啊 拆接按住的速度是真的快 这边有个血法师随时避难自己这个受伤的坦克 另外一边 哎 FQ又敲了五个民兵数据 还想开分框 这里的话 圣骑士继续在对方的主观开始吐杀 小狗 这一波FQ给我三线操作啊 三线操作 这里继继续图农 王林的经济好像有点渣啊 现在存款只有300块钱左右 那人总还有两排 还有500多600多块钱的存款 好 这里过来 哎呀 不小心遇见了对方 你也巧 我也也巧啊 都在这里想开分框 好 王林的话 大部队过来 先把你这五个小农民解决一下 那另外一边这里的话 坦克 好 继续过来拆 拆你主框 圣骑士 把对方主框的小农民 也是图的差不多 这一局FQQ的话 这个圣骑士应该是图能图了好几十个了 这个分框图了好几次 主框的话也来了不少 那这里 你看王林现在的话建筑还是有点多 终于是三发了一个 三发了一个力气 力气的话有诺瓦瓦砸得很凶 这个时候 哇 四条坦克来进攻王林的这个三级基地了 三级基地能修住吗 三宫的坦克拆建筑非常快 好 大部队过来 孔军王三级抚风一冲 冰龙冰龙赶紧过来 这里的话 圣骑士好像避难 这里这个三级基地能拆掉 我学法师也远远的过来 又来了一发避难 坦克避难效果很不错 这里能拆掉吗 看一下 两辆坦克没有 好像没拆掉 这里王林没钱修了吗 后面没有修 眼看要修住了 突然之间停止了修 又没了 三级基地被人组给拆掉 那拆完这一波 我们盘点一下双方的一个资源 人组现在的话 是800多块钱的存款 42人口 72的一个等级 升级是已经是7级了 王林这一边的话是87块钱存款 46人口 英雄等级是541 王林现在是没有运 只有主矿 还有一个矿盖子 900块钱 马上踩空了 这里的话 又开一个分矿 但是你只是造了一个大墨地 矿盖子 有钱造吗 人组 我又有开始转飞机了 飞机的话是机动性好一点 而且飞机和坦克是共享这个攻防的 很不错 王林过来的话打野 把炼点野怪 赚点小钱 恐惧魔王 这里的话 暴风尸角 还是很不错 DK的话身上 哇 一个雪石 大雪 飞机继续确认一下 看看王林还有什么其他建筑 继续过来拆 这里农民补购 继续恢复一下自己的经济 那飞机过来了 飞机三宫的飞机拆建筑还是很快的 还有两两坦克 这一边看看 升级式状态不好 雪法式状态不好 七级升级式 这一局FKK真的是把升级式玩到了天际 秀得非常的爽 基本上就一个升级式 搞得亡灵 真的是焦头烂额 恐惧魔王特意在家守一波 恐惧魔王什么时候到六级 这里DK也是四级半了 这里 那你飞机在的话 你天轨 冰楼还是处理不下飞机 飞机对空能力还是很强 这里人足 好 人足现在困盖 600块钱 过来可以开一下这个分框 暂时是远程采矿 然后成功吸引地方注意力之后 可以考虑把这个分框给偷出来 升级式 七级升级式 一个人又开始大战亡灵 将近无视人口的大军 就追着你的DK来杀 三级升光 你DK怎么办 DK有大雪 直接吃了一个雪石 你吃完雪石之后 还能撑多久 这边升级式 也看自己的无敌时间有多久 刚好主控彩空 这边一个圣光 DK DK赶紧跑 好 坦克过来的话 恐惧魔王 你无敌时间一到 我直接把你的七级的升级式给睡了 这里抽一下篮 赶紧给恐惧魔王 给自己的升级式补点篮 没有什么篮 这里的话坦克 避难记得要早点用 这一波四辆坦克过来 好 想杀一下雪法师 雪法师一森雪 没有避难成功 主要是有CD 那你杀完雪法师 我杀你的四级DK 双方互换一个英雄 这里的话 坦克继续拆一下你的建筑 三攻一防的坦克拆建筑 是真的快 好 飞机过来了 哦 又对付你的空军 那这一波 哇 三级浮风 飞机躲了一下 没有躲开 再来一个浮风 飞机又全部处理掉 飞机现在走位要非常小心 不能让恐惧魔王给打到 恐惧魔王 即将到六级 恐惧魔王 哇 一个浮风 打了将近一队的飞机 恐惧魔王也是升到了六 双方的空军 好像都换完了 圣骑士 好 这边还有火球对空 这一波双方混得非常的惨烈 那打完这一波 看看双方哪个英雄等级 恐惧魔王六级 圣骑士即将到八 坦克继续拆 现在三攻的坦克拆建筑 真的是快 王林现在没什么部队了呀 刚才的一队空军 全部被换掉了 现在连小狗都没有 靠小四身 打坦克有点打不太动 这里圣骑士 差多少经验者 差23点经验者 我就升到八级了 好 像A A地方的一个车子现在无敌交出来 把对方这个车子A掉 圣骑士就可以到八级了 好 金光一闪 圣骑士八级 那这一级的话 人子真的就靠圣骑士一个人打天侠 坦克就拆拆建筑 圣骑士的话 是杀了对方非常多的一个单位 另外一边 FK终究还是要把这个分块给开出来 王林的话 现在是有一个分块 王林现在一个分块 人族的话 也差不多会有一个分块了 这一波八级圣骑士 单挑王林 先把你的加血吃个打跑 圣骑士好一个圣关 再把你的小四星给干掉 现在血法师复活成功 王林现在只有一个英雄 另外两个英雄已经阵亡 而且好像没有什么资源复活英雄了 这里看看八级圣骑士有点猛 这里打坦克打不太动 只能靠抚风 抚风一冲 这边的话 好像可以差不多可以避难了 坦克往前冲 看还不能再撑五秒 再撑五秒就有避难了 这边马上有 马上有 马上有 哇 好 马上有一道有一丝一血的避难回家 那这一波王林很亏啊 坦克打了半天 突然还是被对方给避难回去 而且还是血法师过来避难的 这里的话 八级圣骑士 要追着六级恐惧魔王了 六级恐惧魔王 跑到自己的这个分框 但是坦克也发现了你这个分框 这一局的话 王林分框 将近有四个框 四个框打人 则一个框 哎哟 有点猛 那这一波的话 人组双英雄大战恐惧魔王 恐惧魔王没有帮手啊 打不过 这里先把这个冰塔给修好 能修好吗 哎呀 冰塔被拆了 接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限制这个坦克了 坦克又是一丝选避难回家 这里圣骑士 暂时没什么蓝 好 圣骑士继续A 先把你的加血车给搞掉 然后这里送点蓝 给我自己的圣骑士 圣骑士 孔惧魔王赶紧跑 对方有三级圣光 这里也是没有着急去追 继续拆一下你的冰塔 冰塔拆完 这个分框就危险了 孔惧魔王不得不过来防守一下 你敢过了吗 界面一个圣光 血法师再A两下 那六级孔惧魔王要交代了 六级孔惧魔王一身血 三十滴血逃跑 这边DK DK复活了 DK复活赶紧撒腿就跑 整不过对方 这里两两坦克继续拆 那王林手还是不守的 还是要过来守一下 DK18C 先把孔惧魔王的血轮给抬起来 血法师抽一下篮 好 王林还是打出了机器 好 我们恭喜FQ 这一局的话 从头到尾 FQ基本上就是一个矿 这是最后几分钟 开了一个分块出来 但基本上就是一个矿 打对方将近四个矿 英雄方面 主要是八级圣骑士 大战对方 我们看一下 哇 这被消灭了对方92个单位 感觉就圣骑士 一个人都消灭了七八十 不得不说 这一局的圣骑士 有点超神 好 喜欢本掌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 好